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今天就会给大家画一幅《村与深圳风光》 主要就是表现大兴的岭、春天的那种美 下面我就开始画 用长风沾胶墨 从上往下走 在画面上画出三个树的主要直看 然后用细笔 细线条勾出 这树的小针 在勾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梳密 左右穿插 不要就是 小针画的过程都太对称了 这样画它就是 感觉到美 如果太对称了 就像我们画工艺画的 它就是感觉太死板 就像是一样的 单胶 这个小针 这个是树的树枝 不要怕重复 要交叉 都得画到 不要感觉到 到这边就找不到这个树的小针了 就没有长出来 那就包好了 主要树枝杆画出以后 用胶墨 再细枝 细枝上 把它存插 插出那种 就是 像春天那种树的那种 枝叶 在语动 那种感觉 插的不要太重量 而且要自然 而且要自然 看 看 在厕缝上 要用的 要得 感觉到得体 不要太重了 来 这样 存插完以后 在这个 树的下半部 把神经的地平线画出来 在这个画地平线不要用纵磨 用大磨 就更使这春天的 那种那个 淡雅的鎂 虚幻的鎂 把它表演出来 OK 然后 我们用 大阳蚝 蘸这个 石氯 石氯 在原来 用胶墨 冲过的地方 用大16岁 16岁 再走一遍 目的就是 把原来的 胶墨 把它冲开 是春天的那种 那种这个 虚幻啊 朦胧啊 那种感觉啊 更 更充分的表现出来 这个 这个用石氯的过程中 也是 注意留这个白 不要全吐死 这个 带石氯水走啊 这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这个 流出来这个 非白的空间 不要吐死了 再拖了 再接完 拖完以后 为了使画面 更有情景 表现出了 大清单灵 北国那种 风光尾 我那下面画一个 呃 格文克 这个 民族啊 居住的那种房屋 它叫北方 叫丑螺子 丑螺子 是什么呢 就用画木杆子 把它 在底部 搭成架子 外边呢 围上它的皮类子 和毡子 取暖了 它就是把它围好 形成这么一个像房屋 这就是 和人 和文克人 民族居住的这个屋子 哎 它在这边方向 右车 它画 两个 和文克族的主要的 交通工具 它四样的 驯鹿 这个画驯鹿 一开始 必须把这个 形 啊 路的路形 把它 画存了 这呢 实际上也要留点儿非白 就是它那种春天的那种 那种 虚幻的美 哎 也相应的 得到体验 体现 哎 右边这画完再画完 左边再画一个 哎 和文克族人民呢 它就是长期 在大型的那种生活 那种高寒冰的情况下 这驯鹿是它一个主要的这个 交通工具 哎 换 驯鹿 这路角 这路角 一定画的 美 画的 画的 上升东 哎 那是这个画面啊 这个错螺子 看下边画的春天的感觉更好一些 咱用这个蛋石绿水 再错螺子 这四周 包括错螺子 哎 把树下边 再走一遍 就增加画面的这个 哎 就美 哎 哎 这幅画就画到 现在就算可以了 哎 哎 在这幅画的过程中 主要注意这三棵树的布局 哎 树密关系啊 啊 第二呢就是 在这个 枝条的这种 村叉 嗯 和这个 石绿水 这个 冲展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 它 这个 绿的 不要 绿的水啊 不要太多 要得大 啊 如果说你太多了以后 就大面积的硬开啊 就使这个画面非白 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 使画面的空间感啊 和吐气感啊 哎 就 呃 没有了 就不好了 呃 今天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